算是坏小时了 因为就是孩子已经过来的 也是三个孩子 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二十几年了 嗯 二十几年了 但你们是不是有结婚的呢 大人有几年结婚了 十七岁 现在三十五岁了 对我来说的话 我们之前也不好好读书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让他们好好学习 其他什么都不想 让他们好好学习 那我们先说下个问题 就是关于生命 自由和爱 如果让您们来排序一下的话 您的安全重要性 觉得哪个最重要的 生命和啥 生命自由和爱 听不懂我 你们怎么说话我都听不懂 清宫 清了婚以后 付他彩抽 如果没什么问题 才能出院 如果你不清宫 很容易出现大出血 好 知道吗 嗯 然后到时候清宫的时候 可以做不痛的 可以打麻药 做什么痛的 这样子的话 你就清宫的时候 就不会很痛苦 就不会很痛苦 吃意外认识吧 就是 但是没有准备要小孩 结果就意外了 没有采取好病人措施 因为他也有可能有 家里面都有两个三个小孩 所以他选择流产 一天最多做过几次流产手术 一天最多的时候 可能又有七八台吧 流产对女性身心健康的影响 真的是很大 而且是真的是有害的影响 首先一个疼痛 这个流产手术 不管是药物流产 还是人工流产 其实都是很痛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 在做的流产手术 都是在麻醉状态下做的 叫不通人工流产 就是为了减轻身体上的疼痛 但是对他心理上的伤害 确实还是蛮大的 我们有些患者 做完手术 就情绪就不高 然后我们都要心理疏导一下 流产的财富出来的话 他心理变化一点大 因为很多人 尤其是因为他本身 就不愿意要的 无意中被怀气了 这样子的 这种他也会很伤感 因为他会觉得 好倒霉 为什么我都不想要有怀气 尤其是他本身就想要的 但是在怀气的过程中 也可能胚胎法也不好 他就会畸形这些 导致流产 或者就是有畸形这些 他也不能要 这样子他又迫不得已 他又只有做隐才 所以流产的病 他的心理变化是很多的 所以就根据不同的情况 我们就会给他不同的指导 这种情况 如果说是工夫 他就需要是组员处理 知道吗 嗯 咱们一整个视频的主角 就是客户 就是让他们 就是让卡夫和那个 他的丈夫 在做出新铁铁之前 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然后以及就是 做好变成作诗 这个是我们目前的选择 但我觉得我们 不把科教片放在第一位 他并不是把科教片放在第一位 但是咱们这个视频 它是有科教意义的 嗯 就是有科教意义的 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 就是如果我们能想让人是最好 但我们的主要目的 不是对影响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片子 对拍成什么样都不会 对上头的心理做出任何改变 就我感觉它其实是 我们前面做出一个 看似科教意义的片 因为在前面 我们在放Evidence的时候 我们只提这个手术的弊端 我们只提这个手术对人的伤害 包括尊严 包括身体 但是后面呢 我们在justify 为什么人们来做手术 我们说并不是十恶不撤的 因为他们有生命死有和爱 因为他们要互加 所以才会来 互不得已去流产 即便他们有一些 智障的缺陷 这好牛逼 我觉得这可以 我觉得咱就快点快点 就快点快点 这就是什么 快点快点 我就考虑就是有和爱 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命 自由和爱 在您的生活中 按照重要性 您如何排序 我觉得生命是最重要的 没有了生命 一切都是排序 一个生命之上吧 生命应该你的体力 以前应该是生命吧 生命 这个主旨就是为了体现生命 自由爱 他们互相依存的 这件事很深 所以它互相依存的也是 但现在我们可能是 去突出它某一个依存关系 因为没有生命后面的肯定量 这个是你是不是 为什么 手放好吗 我要妹妹 你要妹妹 为什么呀 因为妹妹拼了 但是我说实话 我现在还是不太明白 生命自由爱和流产有什么关系 无论是生产还是流产 我们所探讨的都是 这三个元素 它们都是线索 就它们其实并不是什么 直接因果 那些人他们不一定都是 尚不就坚决的流产 生命成可贵 爱情价更高 然后若为自由不二者就可怕 这个人会实际上 就是它非常的那个 就是广为认知 如果要进行比较 就都会进行比较 这个自由它还是 就是说是要遵循 我们的这个智慧伦理吧 你不能说是放任自己 什么都不管 它是有一定限定条件的 当然每个人都拥有 爱和被爱的权利 有了生命以后才是有爱 有了爱也才是有自由 因为没有生命就没有其他那两个 然后我觉得是自由的 因为自由也不能受爱限制 更何况被爱限制的自由也不算爱 现在我们在医院工作很久里面 那是除了生死 其他都不重要 爱还是比较重要的 其次就是自由 如果一味地追求自由 那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比较自私的 因为我们在身上 没有自己该应有的责任嘛 活着更好的健康的快乐的尊严的 体面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身体 它才是有意义的 不是去批判的 而是说它其实有一些内在的考虑 它是觉得就是它有一个那个价值判断 比如说内产后 当然它的信息不足 它不知道怎么医院 这是它的问题 那个大龄的那个 对 就是这个是一个 就是它也相当于一个premise 但是那个人所做的事 他是在做群士吧 他希望能够打掉这个孩子 从而给自己的前三个孩子 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 也就是说 其实它的除八点还是暗 然后我们需要去就是 就是类似于讲一讲这个故事 但是讲故事其实是很困难 用镜头语言单独去描述的 所以说我们决定结合自己的采访 采访别人和空镜头 就是采访它其实会分散在各个角落 然后生命自由爱 这个东西可以再开头一点提 就相当于它是一个 就是贯穿全文的线索 因为我们是一个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从一二十多年了 也就是说遇见了很多女性朋友嘛 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我就建议就是说广大女性朋友 首先要爱护自己的身体 流产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流产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流产只能够说是作为 就是说避孕失败的一个补救措施 我们最根本的就应该是采取好避孕措施 在你没有生育要求的情况下 一定要采取好避孕措施 尽量降低对自己身体的伤害 对吧 像很多就是说是怀孕了以后来 我都会劝他们 我都会劝他们 我说现在这种环境 而且你年龄也合适 可以生这个宝宝 很多我都会劝的 因为他们就认为我怀孕了 我就到医院做一个流产手术 就解决问题了 但是他其实不知道 流产手术对他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然后他到医院了以后 我就会告诉他 流产手术对于你来说 有很大的伤害 然后我就会一一列举出来 流产的风险 还有一个就对他身体的伤害 有些人他权衡的利弊以后 他还是就决定选择把这个小宝宝生下来 你们去讲一个生命自由爱啊 还是这个对生产的理解 尤其是看完这么多台手术之后 你知道这些产妇 他可能都没看过这个东西 他可能经历过 但他一辈子没看过 红枯柯床的缠 Mars 他去打了吉顾马药 他一直都醒着 能看起来的孩子 算什么 就不是 他是 不是 他是长 некоторые 就是看到自己肚子都这么 你看看哪些肚子 在前面再寫 然后后面都没跟破坏 我们采访了几个 一段时间 昨天破坏才有两个 因为我那个就拒绝了 意思是她自己 要赶紧赔不了 今天有破坏参说 今天早上我们也做了一台 但是今晚她肯定 她还长得成立要休息 看你明天有吗 我们特别的想看 很紧张 还有点激动 我们现在是办什么 我们要去迎接一个小生命 好不好 我们要去试真的 descen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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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